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渭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校商业发展 请看李渭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达拉斯华亚裔之骄傲 周六晚上在达拉斯菲利斯凯约大酒店参加了达拉斯美中商会举办的六年新春晚会 令人十分振奋和感动 这家耗资数亿美颜之豪华大酒店和巨大商城 室友含义独自兴建 并且已成为达拉斯地区之重要地产指标 当晚之大会有近千人参加 几乎所有当地之政要都已出席 并且邀请到上届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的华裔候选人杨安泽做了主题演说 他呼吁大家必须去投票来彰显我们的力量 只有团结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他鼓励大家要多为社会慈善尽力 晚会上十多位政要分别向华亚裔共和春节 他们认为在达拉斯地区之多元族裔是我们推动社区繁荣之最重要力量 我们深深体会和见证到了华亚裔在当地之经济实力和贡献 一位三家网会和我临坐的电脑公司老板非常感慨地表示 我们用自己的所学技能长期在此贡献和发展 却如何还会受到歧视 这是非常不公平和遗憾的事 在冷风中我走出了这座华丽之酒店 内心充满了感触 这个国家和土地都是我们共同建造的 这座华丽之酒店